您好 我是陈海音 欢迎您收看台湾一千零一个故事 说不完的故事让海音慢慢说给你听 今天我们要告诉您关于转变的故事 名嘴许盛梅如何从平兄妹到四十岁的时候 她决定要去聋辱 刻意的每天穿着火辣上节目 这当中的转变是什么呢 还有国际功夫巨星李连杰 近年的重大转变是潜心向佛 投身公益 接受我专访的时候坦诚说呢 她最近是又病又老 原来她甲状腺抗静 我们整理出了她小的时候 年轻到现在的模样 让人感叹岁月催人老 还要看一位当红的日本料理厨师 她如何从庸陆的上班族 变成每天出海钓鱼的开心厨师 精彩内容都请你千万不要转台了 首先我们就来看看名嘴许盛梅 靠着敢说又敢露 她红遍了各大电视节目 你看到了身材是相当火辣的她 还大方地公开自己龙胸整形的秘密 许盛梅说呢 她自己以前是个平兄妹 最大的梦想竟然就是当个播吧 拜托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好吗 大哥白白替你出面解决 只是因为你可能长得很甜美可口吗 并不是 你好 美吗 还不错吗 对 感说 感爆料 许盛梅长了电视节目收视保证 但也因为超高曝光率 终于在去年5月遭到报社资浅 23年的记者生涯被迫结束 许盛梅一对报社可以说是含着恨 含着泪离开 甚至一度自杀 却因此开启她那没在计划内的人生 好 人切了 谢谢 谢谢 离开报社 尝到电视带来的爆红滋味 心想人生就该更自由 这包括身体的解放 于是从龙胸下手 从超梅自尽的A照杯 龙城超满意的C照杯 龙胸很多人不敢讲 但43岁的许盛梅 不但要讲还要秀给大家看 我从小就是一个平胸妹 然后胸部从来没有长大 我从来没有 她不但没有长大 她还要熬下去 所以我先生其实常常笑 我就是我前面看后面看 都是一样的 反正就是一个平的 我觉得我去做这个绒乳手术 是给自己一个礼物 所以我会选择在我年纪 这么大的时候才做 我是40岁才做 而且我当时的想法 只是觉得说 做了手术 穿衣服会比较好看 然后身材应该也不错 想尝试看看 当大奶妹的感觉 龙胸前后茶粉大 以前平胸 穿衣服一定要多 这样才能掩饰 挺不起来的自卑 现在有了乳沟 穿衣折穴就是要露 上衣是越紧越好 裙子是越短越好 我其实不是在卖奶好吗 是在卖锁骨 有几个女生锁骨这么漂亮 所以还有一个重点 你都不要误会 胜美上节目都要穿得这么少 是因为我汗线发达 我容易流汗好吗 所以我现在开始都大概这样 我现在大概43公斤 我努力要瘦身 是因为想要维持在镜头前好看 所以这里的这些短裙 有没有 短裙子 你看这种 砰砰裙 你知道这件 我有一件白色的了 我已经买了一件白色 所以每一次穿到棚里面去 都被人家叫小天鹅 好吗 其实是老天鹅 我也不介意 你看很少有这样的 你知道少女很梦幻的 除了龙胸 还做了脸部整形 她说五官可以都整 但要强调 鼻子绝对是真的 我都会老实说 鼻子是真的 但不好意思 也是少数是真的 其实没有 我做的手术不多 除了风胸之外 就是下巴 我觉得很多人对整形 这件事情有迷思 他就觉得说 他整了之后 他就要像谁谁谁 然后整的时候 他一定要完美 我举例像我的胸部 很多人都说 真的很自然 可是我自己心里最清楚 其实它有点点大小 就是两个不是很平均 但是我很坦然接受 是因为大部分人的胸部 本来就会一大一小 只是它的差别有多大 所以我觉得就是整形之后 不代表你就是完美的 只是它可以改善一些 女人先不满意的缺点 40岁前的许生梅 最胖胖到73公斤 当时穿得超级保守 扣子一定扣到最上牌 现在的她 体重只有43公斤 甚至还要减到40公斤 30岁前的她 和现在相比 简直判若两人 为了维持轻盈又丰满的体态 许生梅一有时间就会做SPA 一开始我做SPA 实在是为了维护我的胸部 我对我的胸部还蛮在乎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说 我去加工过嘛 我的胸部是后天形成的 那我也不会也后天形成的 它保养就很重要了 因为我随时要维持 它的形状好看 除了自己在家按摩之外呢 其实到SPA馆 那他们按摩是很专业 而且我都会先告诉他们说 不好意思 这胸部是加工过的 所以不能用天然的方式去 就是捏揉按压的方式是不同的 我通常一天三到四场通告 我是整个人大崩溃 加上就是说我们常常要穿高跟鞋 我的小腿有段时间几乎不能动 所以来的时候 其实按摩可以充分地抒压 经过整形丰胸 许生梅从丑小鸭变成窈窕自信女 但没想到自己的改变 却害得儿子被同学取笑 我儿子当时因为他高三 那些大男生金虫充脑 都是一个在青春叛逆期 他们对性 对身材 这种尤其是胸部 他们充满了各种迷思跟好奇 所以当他们知道 这个他们同班同学的妈妈 是许胜美 他们当然就上网去Google Google之后所有的资料都显示 妈妈去做了这个丰胸手术 外表光鲜亮丽的许胜美 其实有心酸的一面 母亲在她五岁的时候自杀 让她从小个性就很坚强 而几年前她被报社之前没多久 就发生了丈夫投资股市 惨赔了一千多万 许胜美也一肩扛下了债务 人生起伏她看得很开 她甚至说 这个世界什么都是假的 早婚的许胜美 已经有两个小孩 一位已经是大学生 一位还是高中生 或许观众会好奇 怎么会有妈妈 愿意在镜头前大喇喇地说 自己哪里是真的 哪里是假的 这种几乎是过出去的心态 博取收视率赚钱的背后 其实是为早日还掉先生欠下的千万债务 先生平常就是做一些股市投资这些 但是就是后来就是 就惨赔得很厉害 那我们就是除了房子借二胎 那也跟亲戚朋友借 这样子整个算下来我是一千万左右 一千万 六百五十万是二胎嘛 那另外三百五十万是 就是跟那个亲戚借这样子 朋友借 但是因为除了这一部分的债务之外 因为我还有房贷 车贷 所以加起来其实负担还蛮重的 我算过我一个月就是要十二 十二到十五万 我的生活才过得去 被报社资浅 先生又负债千万 不示弱的个性 让许智梅咬着牙来还债 看先生协议好 从此女主外男主内 她展开早出晚归的名嘴生活 而老公就负责责户两个小孩 这首哭过就好 许智梅曾经在节目上公开唱 唯一的就是安慰她的先生 嫁给小马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觉得小马是 真的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插在马粪上 那她老公以前跟我们也是一样 跑社会新闻 那时候盛美也跑过一段时间的社会新闻 我们大家都在 很多人都想追她 单身的人 因为那时候她像小公主一样 那没有想到她会选择一堆马粪 那后来当然 马粪也是有营养的啦 所以花插在上面 她也可以活了一段时间 可没有想到马粪后来 里面还有一些毒素 所以让她有点 这个花有点雕尾 那我成就就建立在 就小孩买了一些他们喜欢的东西 那妈妈去帮忙刷个卡 妈妈这个刷卡机有发挥功能 没有故障 我觉得我们就蛮开心的 我觉得我不需要去介意世俗的眼光了 跑过社会 政治和隐居新闻 许正美有着英雄主义的个性 她自欲为杀手 所以敢写 也敢讲 胆子相当大 是我爸爸给我的护身符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爸爸在跑法院的时候 每一次去枪决死刑犯的时候 因为我爸爸有一些比较熟悉的法警 然后就是拜托他们说 是不是那个 就是法警在枪决死刑犯 然后那一枪打进去 会穿过他的胸膛 然后蛋壳会掉在地上 然后就请他们就是 可不可以给他几个蛋壳 因为有人讲说这个东西可以辟邪 可以胃胖 以前会有一点 而且因为爸爸一直说 这个蛋壳拿下来说 都还满满的血这样子 当时是有点害怕了 但是我爸一直说那就是护身符 因为它是执法的一个工具而已 你今天高不高兴 爸 我亲你的吧 我还真的没有亲过我爸 你这什么节目 爸 他要播的时候 我会告诉你啦 不是 这样你就可以看到自己在电视上啦 就我常常 我现在是以前常常等等的 影响许深眉最深的人 就是他的父亲 因为父亲就是一位记者 还当到司法领会的会长 所以小时候 法官 检察官就经常出入他家 所见所闻 让他早熟提早社会话 因为我从小就看到他们 就觉得他们蛮风趣的 很会喝酒 很会打牌 然后就是 就是还蛮妙的 而且那个时候 有一些法官 跟我爸喝酒 然后酒不够了 就会请太太把酒送来 那太太都长得很漂亮 然后我爸才说 那个是小老婆这样子 现在一天忙的时候 得敢至少四场通告 从政治谈到社会 再到影剧八卦 命令 灵异节目也都尬上一脚 毛钱来上风格 衣服穿的一件并件蜡 你觉得我漂亮 漂亮 漂亮不是第一 真的哦 那什么是第一 人类在美的第一 感觉就是 反正就是一个花瓶 我觉得蛮好的 我自己觉得说 我自己希望是建立自己的风格 一路走来 许深眉的风号 可以从资深记者 绑名嘴 再到C男通告艺人 父亲的期许 显然和许深眉的当下 大不同 预计再过一年 就可以把债务还光 许深眉说 到时候还要去演偶像剧 而且还要演一朵锦花 听到这些 或许你已经很富大笑 不过在历经 母亲未情自杀 从小又寄人了一下 看人脸色 还为了债务四处奔波 好新闻接触的社会百态后 也许就不能理解 现在要尽情挥洒 法国当下 其实她看透了一切 龙武后 她拍下自拍照 也写下了这么一句话 她说 这个世界什么都是假的 有自己一幕外 也道尽现在的心情 欢迎您继续回来 听海音说故事 国际功夫巨星李连杰 最近接受了我们的专访 说起为何不拍武打片 最近改拍起文艺片呢 近年潜心向佛的她 根本不在意票房 她说呢 现在拍电影 对她来说 根本是业余兴趣 我问她 有没有可能 记货原甲之后 再拍功夫片呢 她语带玄机 佛言佛语的李连杰说 她的遗嘱早就写好了 也自曝一度以为 自己罹患了癌症 甚至说 前几年看破红尘 考虑剃度出家 这是你所熟悉的李连杰 这是你从未见过的李连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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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海瓦一切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您看 您看 我很快就死了 这个大夫啊 太爷就成了孤儿了 您看这样冲了吧 爸爸过两天就变成这个海龟了 大夫你看 你不用担心 没人陪你啊 爸爸整天都陪着你 李连杰 怎么会从华人的功夫皇帝 好莱坞的国际巨星 变成肝癌末期的虚弱老父亲呢 努力帮自闭症儿子 寻找社福单位 电影温馨动人 但是许多影迷对他的转型 一时间不太适应 好莱坞的这个功夫皇帝 然后也是国际巨星 那现在呢 就是转型 就是走向这个 比较温馨的电影 当初你在拍这部 《海洋天堂》的时候 考量是什么 根本不是什么转型啊 根本也不是什么气乳重温 其实就是 几年来做公益 就是 越做越有感情 那当我看了以后 我就觉得很感动 而且 如果不去走吧 帮这个导演的话 就很难这个电影 去拍成电影 因为它基本上是 无大会卖钱的电影 明明知道票房 无法跟他以往 擅长的功夫片相比 但是李连杰 就是佛心来着 他觉得感动的事 就要去做 这一部 号称是他从影以来 最触动人心的电影 虽然没有花拳袖腿 但着实转人热泪 你怎么碰不算啊 这么两个看 你都听不住啊 以后不要来海洋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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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咱慢慢来 大富贵 我们慢慢来 嗯 电影配乐也不马虎 扣人心弦的音乐 是日本配乐大师 九十张的作品 更找来周杰伦继霍原甲之后 再度帮他唱主题曲 那您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桥段是你印象最深刻 或是到现在为止 你觉得最感动的一个部分 我是一个挺理性的人 所以整个过程 我就觉得是说应当做 身为一个公众人物 特别是一个国教徒 那么觉得碰到这样一个事情 就觉得应当把它做出来 把它拍出来 给社会更多人关注他们 整个事情应当做都做了 做了以后将来怎么样 之门不出以理会 李连杰嘴上说无所谓 但是影迷超怀念他以前的角色 1982年首部电影作品 少林寺一炮而红 随后在1991年的黄飞鸿 更创下事业高峰 1992年笑傲江湖里 饰演令狐冲 1993年化身为方世玉 张无忌 张三丰 这些武打片让他如日中天 在1998年更以致命武器四 进军好莱坞 大家都很多人都很怀念你以前 演像黄飞鸿啊 还有像是张三丰 张无忌等等 你有没有就是 你最喜欢饰演的一个角色 其实没有什么最喜欢 你一定是对于 当时拍那个电影 是很兴奋的 我第一次拍电影 少林的错误一定很兴奋 一定就很开心的 去做那个角色 那么每一个电影都是如此 2002年的 跟张曼玉良曹我演的英雄 你顺眼无名嘛 然后03年霍原甲 这个很多 我在网络上看到网友 印象深刻的 07年的《投名状》 然后08年的《功夫之王》 然后《神鬼传奇》 第三期 09年《建国大业》 到今年的《遇险任务》 跟《海洋》对他 你有可能 就是继霍原甲之后呢 再试试看 电影在我生活中 从霍原甲之后 就是业余爱好 这不是我的主缘 很清晰地知道 我当时霍原甲就说 这就是我最后一个想讲述自己心中的故事 霍原甲这部电影在当年拍完后 李连杰曾公开表示 因为长期练功身体不适 这可能是他最后一部武术电影 但是越这么说 票房却越好 饰演的一代武术宗师霍原甲 靠着武术成为洗血东亚病夫之耻的大英雄 还平息了武术界的门户之剑 更是激起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 演得这么激励人心 影迷怎么可能放李连杰去修养身心呢 我忍不住再问一次Jit Lee 有没有机会再拍功夫片 所以意思就是观众 有机会可以看到你在远回之前的舞打片 有机会 虚色不是要拍3D 什么什么什么 龙门飞甲还是龙门蟹甲 龙门什么什么 对对对 十月 有些东西就是为了好玩 就是自然 粉丝放心吧 还是有机会看到李连杰再斩拳脚功夫 这部1987年香港导演徐克开拍的电影《黄飞红》 俐落的拳打功夫 正义的化身 电影中的英雄黄飞红 无影角显示出李连杰的不凡身手 背景在期末名初 更是塑造成正义凛然的中国人形象 不仅让李连杰的演艺事业创高峰 也奠定了国际影团武打明星的地位 但是23年后的李连杰却说 要再拍功夫片可以 条件却是绝对不演中国人 找我拍电影 我说拍就拍吧 那以后只要不演中国人 演个越南人 只要不打中东人 只要打海盗 你答应我两个条件我就去拍 我就去度假 一样的去玩啊去开心 或者有一些电影你说的更坦白一点 就是有时间也不错 赚点钱挺好就拍了很简单 那么对于未来我也都是敞开的 对于未来不太多题的国际功夫巨星李连杰 看透人生无常的起因 是他逃过了南亚大海啸 海啸让他跟妻子励志 与两个女儿差一点灭顶 他说呢女儿下到了半年都不敢进浴缸 而现在的李连杰积极做公益 但是呢整个访问当中 我讶异的是 原来呢我从小看他电影长大的功夫皇帝 会病也会老 你看到我们特别整理出了 这是他小的时候练武 到少年时英姿焕发 以及现在年近半百患病暴瘦的模样 你会惊讶李连杰的转变 2007年上映的《投名状》 李连杰的演技 抢过刘德华《精神舞》 在2008年香港电影金像奖 奪得最佳男主角 也让《大哥是对的》 还有《抢钱抢梁抢娘们》 成为经典的电影台词 说到了《抢娘们》 李连杰的娇妻可是香港 雅姐冠军《励志》 因为是第二段婚姻 李连杰特别珍惜 两人生下的两个宝贝女儿 都像妈妈荔枝一样漂亮又会跳舞 还想追随爸妈有明星梦 你跟女儿真的想要当明星啊 她说我要做明星 我就会说好 一天留的话就三年前了嘛 就听起来知道我女儿跳舞 就说一起演唱会的 她要开演唱会去跳舞 好 那就去跳嘛 那么给她一个机会嘛 在舞台上一万多人她也不紧张地 就在那儿去表演 2008年李连杰拍完好莱坞电影 《神鬼传奇3》之后 带着女儿大方走星光大道 看得出来女儿真的 对老爸身处的五光十色演艺圈很感兴趣 但是妈妈励志有意劝阻 因为励志吸引多年 也完全没有付出的打算 那您平常怎么跟夫人跟家人维持感情 走过了人生最灿烂 就是说最激情的那一段时间以后 慢慢就会沉淀 沉淀掉就是说我的一切都有太太的一份 太太照顾孩子那一切都有我的那一份 她变成两个组合变成一个 就是家 来男女后来变成一个家 那个家是她的核心 所以不需要怎么维持 就是你不断地为这个家付出 而且都是彼此心甘情愿的付出 我觉得那个是我们家庭维持的 很快乐的一个方法 爱家的李连杰感叹生命无常 甚至连遗嘱都写好了 还常常告诉家人哪天她突然死了 不用担心 大佛啊 嗯 有一天 爸爸不陪你了 你会想我的 是吧 我会想你的 你真的开这个玩笑啊 常常跟太太开玩笑 说我今天出门了 没几飞机掉了 海在了水在了我就死 这是最后一个 不是 这个不是玩笑 这是生命的一种态度 从古至今 没有一个人有生不死 既然有生就有死 它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 那为什么正常变成不吉利呢 或许真的是近年来 身体逐渐走下坡 拍摄海洋天堂时 还一度以为自己罹患了癌症 你告诉我最坏是什么 说不定是有cancer 有癌症 如果真是也可以了 反正这个角色也是癌症完 其实试一试吧 自己后来很快就知道 不是癌症了 你看这个 感癌晚期 这是真的 我怎么能拿这事开玩笑 我知道您是这个 甲状腺胖劲吗 瘦了8公斤 现在有胖回来吗 现在胖回来很多 但是对 拍那个戏之前 还有一个小的插曲 那个时候突然瘦了 对18斤左右 人不管是谁都会有生病 也会老 这个作为佛教徒很理解 李连杰人生中 经历好几次大难不死 最为人所知的就是南亚大海啸 在那之后更加坚定他一心向佛的信念 因为南亚海啸之后是潜心向佛 还是说您觉得从小你就特别有佛缘呢 从小就喜欢一些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文教 拍第一部戏在拍的过程里头 当时那个在一个寺院 要拍戏都要学礼仪啊 要学怎么贵啊 怎么烧线都要学 那么那个寺院的主持 就是中国佛教协会的福尔长 当时就说 孩子啊 你跟佛有缘就地出家吧 对啊 那我们的寺院说 不行 我这电影拍了一半 他出家我怎么办 就反正拍完电影以后 我也喜欢 我就觉得寺庙很开心 完了以后 拍完电影以后 我也常常住的一些寺庙 住十天呢 住八天呢 李连杰从八岁就开始习武 扎扎实实奠定他 成为国际知名 武打巨星 但即便是神鬼传奇三的龙皇帝 也拿不到长生不老药 1963年出生 今年已经四十七岁的李连杰 由于甲状性抗净 眼睛围凸 双甲消瘦 不负当年一代宗师的殷器 甚至动了了却世俗 剃度出家的念头 你小时候八岁的时候 有师父叫你出家 如果现在还有呢 我的第一个老师 就非常反对 当时就说你不可以出家 你不可以全职 如果你现在就放弃一切的话 你基本上就是 对佛教的一个毁灭 就是一个诽谤 一个诽谤很严重的 因为如果像我这样的人 在顶峰的时候 突然离家出走 剃度出家去做和尚 可能真的是 对佛教的一个伤害 因为很多的父母 都一定会劝私人 千万别碰佛教啊 你看呢 这个东西都跑掉了 对吧 都去到了 这个不是 所以你可以 你换一种方法 你看这个人相信 对 你看到他 你看他事业也好 家庭也好 名也有 钱也有 开心也有 他还是信佛教 他信的是什么佛教 这个都好 每一个人 每一个月 他用一块钱 自己人帮自己 最后并没有出家的李连杰 创立一基金 借以在世俗中 帮助更多人 近年来更积极投身慈善公益 大小灾难 都可见到他募款的身影 也在台湾跟已故的 盛严法师结缘 去年中还无仇拍摄了 法谷山的新六轮广告 一草一木都是我们的家人 所以我们一起来 分享这个快乐 从伦理开始 到目前为止 你有没有什么事情是 觉得还没有做到 或是还没有达到目标 或者是你想要做 什么很疯狂的事 我要做一些 我觉得 为社会有益的事情 那就去做吧 笑骂尤人吧 你说我变成神经有问题了 化劳了 什么搅局 什么负面的单词都有 我都不会理会 我觉得挺好 因为做任何一件事情 整个人类的社会 都会有不同的声音 好一句笑骂尤人 心无挂碍 李连杰似乎 早已看破红尘 联寿时 手上也始终不断 把腕着法器 我忍不住问他 他说是一位法师 送给他的法轮 这个是什么 是铜做的吗 就是一个 他别人可以碰吗 可以啊 可以吗 蛮重的耶 对啊 他昨天 拿起来一个东西给我看 他说要收藏了 十一二十年了 是 他是一个法轮 常传 他是法轮 我真是法轮 常传 李连杰体现了生活中的佛教 也彻底实践大饮饮鱼式的人生哲学 欢迎您继续回来听海音说故事 日本料理在台湾非常受欢迎 在台北新店有这么一家店 老板善用平价的食材 创造高档料理 这个老板本身呢 他是个钓鱼达人 对鱼非常有研究 也很喜欢出海基钓 店里的鱼货呢 几乎都是老板自己亲自钓回来的 保证是新鲜雄妻也够有诚意 星期六下午接近晚餐时间 台北新店这家小小的日本料理店 已经热闹起来 在料理台忙碌的是老板厨师黄仲贤 当日本料理师傅短短五年 知名度已经在韬客口中流传 客人来到店里 绝对不能错过的是各种海鲜料理 这也是黄仲贤的拿手好戏 尤其生鱼片更是一绝 做鲨西米他坚持 必须用鱼竿钓的才是美味 围网的话一次他量很大 一抓就是可能好几公吨 好几千公斤 那这些鱼在网子里面 互相的压挤碰撞 他的肉就会比较软 然后肉身上会有很多 看不见的那个暗伤 黑千金肥这些东西 那这种的话 船钓的话他就很Q很结实 刀下正在处理的是 離水不到12小时的鲜鱼 内脏清理干净 放在两到零度的冰箱 几个小时熟成之后 正是入口即化的最佳赏味期 盆腔快速火烤 将鱼肉的油脂和香气滴出来 闪耀着透亮光泽的青鱼生鱼片 带着色香味粉末登场 而另一道客人的最爱 则是台湾少见的套丁三吃 夏天套丁是特别多 这个也是现在七八月八九月 一直到中秋节前 都是很盛产的一种水产 一般外面餐厅大概都会拿来 直接拿来烤或者是 要不然就是做生意 他不会这样扔过 还在变色的活套丁 直接用味淋清酒和酱油 腌制浸泡一天 比直接生吃还要入味 还更甘甜 身体的部分腌制好以后 直接切成细丝 做类似像sashimi这样子 套丁很特别就是 它的两个翅膀 两个旗 拿来做两颗握寿司 那这个握寿司的口感 会非常特别 它吃起来很脆很脆 头足处须的部分 用一点点的姜末 把它拌在一起 然后很快速的烤 这个味道就很类似外面 烤鱿鱼的味道 可是口感跟香味又不一样 吃起来它里面是外焦凌嫩 三种吃法 美味不止三种 这道套丁三吃非吃不可 这是日本人很喜欢的 很喜欢的一道菜 台湾比较少人这样做 这个可以说是 钓鱼人的私房菜 接下来这道 又是另一种巧思 鱼腹清汤 它是用钓鱼的肚子 下去煮出来的一套 一道很清爽的汤品 钓鱼肚子切生鱼片 肋骨边边剩下的两块肉 撒上海盐 送进烤箱烤出油脂 接着淋上滚烫的柴鱼高汤 一碗海底鲜香 简单完成 一般来讲煮鱼汤煮完以后 汤头很好 可是鱼肉的里面 会没有滋味 因为鱼的味道 都跑到汤里面去 这样子处理的方法 它会是有一个交互作用的产生 鱼肉的香味 跑到汤里面 可是相对的柴鱼 柴鱼高汤它有 它本身自己很深厚的味道 也会跑到鱼肉里面 很适合配酒吗 是啊 我常常都是来一瓶酒 我来家只说很好 生鱼片吃起来入口即化 青鱼来讲我真的很少吃 这次吃起来比想象中好很多好很多 你要讲说你平常都吃sashimi的 不是 我是试试看的 真的是很好 好滋味让客人赞不绝口 最让人惊讶的是 黄仲贤用的几乎都是平价樸实的食材 在他的味蕾里 当季新鲜 比稀有珍贵更投意性 如果今天这条鱼 它就算很便宜 20块一条 30块一条 可是我们很仔细地把它处理得好 它端到桌上 它就会是一盘夹牙 大家都会吃得很高兴 而不是说用这一盘鱼 是300还是500 还是1000还是2000 来去衡量它 所以有的时候 价格和价值是不一定相等 强调只要有好的保存方式 加上处理细节 就有好吃的海鲜 王仲贤看起来像是 惊艳老道的料理师傅 但其实他是个半路厨家的厨师 客人扣在保险公司做了10年 顶尖业务员百万年薪 算是小case 后来被知名卫浴公司挖脚当主管 到大陆卖马桶 买得吓吓叫 但年过四十后发现 自己最爱的还是吃这件事 从大陆工作回来以后 才开了一个像 像这样子的一个店 后来才发现喜欢做吃的 就是好吃嘛 喜欢做吃的 三餐可以没肉没菜 但不能食物鱼 我小三年级开始跟着阿公去池塘抛肝 从此爱上了钓鱼 也钻进了鱼的世界里 店里摆的不是装饰 全是鱼类图鉴海鲜标本 大学念的是哲学 却对冷门鱼类分类学如鼠家珍 比一般的厨师更爱鱼懂鱼 确实自己花了一些工资去研究 真的不会枯燥吗 蛮好玩的 我觉得蛮好玩的 大概我是怪他吧 我觉得你上辈子是预言 你上辈子啊 海王子吧 说自己是海王子一点也不夸张 从小钓鱼长大 同学放假打篮球他在钓鱼 别人上KTV唱歌他在钓鱼 小学钓到大学到出社会 小鱼池钓到野稀再到大海 王仲贤不是在工作就是在钓鱼 或是在网钓鱼的路上 开了日本料理餐厅 店里的很多鱼 其实都是他自己钓回来的 先度诚意 隆重上心 不知道您有没有出海钓鱼 或者是在悬崖边的礁石上面 基钓的经验呢 在台湾有不少人非常热衷这项活动 台湾一千里一个故事团队 高少伟李孟棠 特地跟着钓鱼达人到苏花公路 下方的这个热门基钓的地点 带你体验刺激又挑战的钓鱼乐趣 星期一店里的公休日 黄仲贤的摸鱼日 连城四点 宜兰冬奥粉鸟鱼鱼港 和两位熟识的钓友 已经准备上船出海 李孟棠 好 他要先上船 我先上 可以先上 高少伟 这边 大概你可以上过来 好 今天的目的地是苏花公路悬崖下 东奥湾北边的屋檐角角角 左基钓 出港后必须再换小船才能靠岸 大伙背着器材 手脚并用摸黑上岸 好了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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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上近五点 太平洋海面天色微亮 这是钓鱼人专属的 全西北景 这边是往南嘛 往花莲的方向 这边是往北 往苏花的方向 所以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是 乌石鼻海岸的北面 这个地方叫10K7 上面就是10.7公里 上面的指标啊 苏花公路刚好是指10.7公里的地方 要用几号的 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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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用多粗的线 2号 2号 你咧 2.5 2.5 有大鱼不要放枪 我还想用1.7 好可惜耶 黄鱼人 等一下你就站在那个外面那里就好了 等一下我会站在那个那一棵 突出来的那里 钓鱼人看到大海就掩不住兴奋 早上8点前是鱼群最容易上钩的时候 等不及我们setting好 黄仲贤和伙伴们已经快速下竿 而采访小组还在忙着体会什么叫做如林深渊 这两个 你看那边有没有地方架脚架 这很准 这种拿东西会不好走 六層樓高的基岩垂直插入海面 超过45度的坡面几乎没有错身空间 每一步都战战兢兢 一步下去就是太平洋悬崖 我现在是躺在悬崖上面 他们说这里超平的 依我们基调来讲的话 这个算是已经算蛮平的了 对 如果你再到后面那边的话 那边一个不小心就滚下海了 所以那边就叫咕噜咕噜 咕噜咕噜滚下去 危险的基岩对钓鱼员来说 自得其乐就像驾走咖一样轻松 而最开心的就是上钩的这一瞬间 看见没 今天最多的是雀鸟高咖咖 一般认为不怎么高档的鱼种 但在黄仲贤眼里也是豪鱼意味 哇塞 这一整群耶 这小鱼吓死了 你看有没有平在楼里边 真的耶 这条是这小白毛 有小钩子哦 让它回去好 这条让它回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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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毛混在那个 混在那个高咖的群里面啊 對啊 剛剛那條小白毛啊 它就算不跳走 我也是要把它放走了 那個不是應該要的尺寸 而另一頭也有爪位出現 夥伴們趕緊衝向前去幫忙 什麼東西 皮膏 毛啊 這個叫流鼻出鼻釣 這是力量很強的魚 就是以釣魚的人來講 它雖然不好吃 但是拉起來會很難 想充分可以充分享受它的力量 很強勁 看起來今天的釣況還不錯 大勞員跑來這個秘密基地 算是沒有白費 沒有所謂的秘密基地 而是你怎麼樣選擇潮水 選擇適當的釣具 誘餌 把魚能夠 你能夠充分了解魚的習性 這樣才會比較好釣 要怎麼收穫先怎麼栽 而釣魚員則說想摸魚也要先做無課 可是你想要用什麼樣的技巧讓魚吃你的 這個有時候也是蠻有趣的 其實這跟做生意好像也是有道理 一排店家為什麼人要去那家店 或是魚要學你而吃 除了生活的樂趣 釣魚還有另一種快感讓牠們見不掉 比陪女朋友還重要 幹嘛不陪牠逛街浪費這個時間 有時間釣魚 沒有時間陪牠逛街對不對 會這樣吵架喔 當然一定會啦 很無奈 沒有辦法 但是還是要來 對一定要 沒有 怎麼講 這個釣魚 有點像吸毒一樣 你知道 比如說你中了一條二十公分的 你可能下次你會想中一條三十公分 中了三十公分 你就想中四十公分 會一直累積挑戰上去 而挑戰還包括了殷勤不定的天氣 但這一點也難不倒黃仲賢和夥伴 倒是兩個脫油瓶讓牠得分心照顧我們 那個我的那個釣竿袋裡面有大雨傘 你們可以拿出來撐 快點 一星期釣魚一次 不管是搭船海釣還是沿岸基調 釣魚高手黃仲賢幾乎每次都可以滿載而歸 替客人帶回新鮮貨 這是有錢買不到的品質保證 重點是在每個望海的日子 敞開胸懷忘卻煩惱 有沒有魚上溝反倒是其次 比如說像我們今天這樣出來一趟 其實魚餌的錢還有船的錢 還有我們來回的這個車子的這個汽油的錢 如果這些錢從中拿到市場上去買魚的話 你就可以買很重的 不用來釣魚對不對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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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幾年前海岸管制 台灣的釣客幾乎都只能望海星探 檢驗之後終於可以自由拋乾 暢快淋漓 對台灣的土地也多了從海上觀察 舌尖體會的角度 4月5月青魚開始產卵 產卵完了以後 它的體內就不會有積蓄那麼多的油 那麼多的脂肪 因為水溫慢慢變高 它也會太熱 所以它不會那麼肥 但是今年這一兩年慢慢的 越來越奇怪 例外的情況越來越多 黃仲賢推測 魚兒的反常跟北極冰層融化 導致台灣周圍海水溫度下降有關係 哲學系出身的漁人廚師 用漁線串起了環境哲理 教會我們怎麼樣去尊敬這個大自然 人在這裡面其實是很渺小的 你身處這樣的一個環境 這麼大的一個環境 你就知道自己其實是很渺小的 連這塊岩石它都比我們偉大很多 我們站在它的上面也要站在經濟 帶著冰箱再次回航 黃仲賢帶回的是魚貨和滿足 魚人廚師用釣竿一尾一尾釣起魚的這家品質 用腦力體力活動 不貪求數量不結合而餘 成就的是智慧的滋味值得體驗 歡迎您繼續回到節目的現場 希望您喜歡今天的節目內容 每一個精彩人生都在台灣一千零一個故事 說不完的故事讓海音慢慢說給你聽 我們下週同一時間再會了 拜拜 我們下週同一時間 拜拜 我送你